第39章 挡住他 木陵之洲何等大 一直监察着的东地圣地一方 以北真兴主为首的一群超级强者 可一直不敢掉以轻心 不谈其他诸多探查手段 单单肉眼在那般距离下 他们都能看到木陵之洲 木陵之洲不见了 消失了 就在刚才 木陵之洲突然消失了 快快快 银河灵主罗峰一定已经行动 大家注意各处 别被他逃掉 北真兴主和十名宇宙之主 个个都警惕起来 他们所在位置 虽然肉眼能观察到 木陵之洲那般庞然大物 可现在罗峰乘坐的血色塔楼 极微小 倒是一时无法肉眼光看到 至于他们的其他探测手段 却是未曾敢覆盖 之前木陵之洲所在区域 因为他们唯恐惹怒了那位段东河 你们个个盯着 北真兴主立即紧张起来 连连下令 不得丝毫大意 一旦发现有任何宫殿类质宝 或者其他飞行物体 都必须拦截 千万别被罗峰逃出去 是 是 一个个接连应道 十足已经嘱托我们数次 此次关系极为重大 北真兴主赫道 而且在更外围区域 像紫月圣地 还有低轮回时代 不少势力强者 也暗中潜伏 也想要抓捕最终获得传承者 可别最后 被别的势力占了好处 北真 我们个个有志强志宝 放眼言兵欲 各大势力都不如我们 怎么和我们争 一触即发 木陵之洲之前 巍峨悬浮在半空中 却突然消失 不但冬帝圣地发现了 连距离更远一些的紫月圣地 还有低轮回时代 诸多潜伏的势力 也发现了 原本平静如水的各方势力 此刻这水宛如沸腾了半 木陵之洲已消失 传承者要现身了 我族超脱轮回最后的希望 抓住传承者 任凭这传承者潜力再大 威胁再大 可不管哪一个强者要成长 都必须要时间 即使得到传承 短时间 他的实力都抢不到哪去 一旦到了大限 我族都会灭亡 在灭亡面前 一切都无需顾忌 无需管那东地圣地 紫月圣地 圣地宇宙又怎样 讲 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神眼族第一真主 第三真主 第四真主 第五真主 第六真主 彼此相视 自从传承之后 其他两位真主陨落 整个神眼族 只剩下这五位真主 而为了将传承者给抓住 此次 他们五位都来了 只是木秀鱼林的结果 会很惨 吃过一次亏的神眼族 这一次 却低调得很 我们先看着 看紫月圣地 和东地圣地斗 还有我第一轮回时代 其他各股势力 这次争夺传承者 没那么简单 对 得到了那段 东河一脉传承 肯定有自保手段 要抓那传承者 也不容易 我们先看着 最后找准机会 我们五个联手行动 以绝对的实力 一举将那传承者抓走 嗯 五大真主 各个眼中 燃烧着光芒 此次 是足以改变命运的一战 一时间 整个阎兵域 是风起云涌 各方势力潜伏 他们中绝大多数 甚至都不知道 传承者是谁 可没事 他们要做的 就是抓住传承者 出现的是 避穴尊者 就抓避穴尊者 出现的是 银河罗锋 就抓那银河罗锋 这是各族的想法 罗锋早就知道 外界布满天罗地网 人类族群 早就提前告诉他 没把握 就暂时待在 木陵之州内 可罗锋 一高人胆大 有着十足自信 任他天罗地网 都得被我闯破 血色塔楼 化作一道流光 高速前进 微小的血色塔楼 肉眼难辨 过 飞行宫殿 我发现一飞行宫殿 就是那血色塔楼 是罗锋的 东帝圣地一方的 米亚之主 连传讯给其他各方 他正式朝我这个区域飞来 米亚 我这就赶来 北真心主大喜 连传讯道 好 米亚之主 也立即化作一道流光 迎着那座塔楼 飞的线路迎上去 轰 轰 轰 北真心主驾驭着 至强至宝 速度迅速突破了 运转法则的限制 千倍光速 万倍光速 十万倍光速 瞬间便飙升上去 而罗锋 却仅仅是 维持着百倍光速 这一极限速度罢了 米亚之主 还未曾迎上罗锋 北真心主便 已经赶到 银河领主 随我去我圣地一趟如何 我冬地圣地十足 欲要见一见你 一道声音 直接传播在 血色塔楼边上 恩 血色塔楼内的控制室内 罗锋站在那 背负着石刀 目光却是透过 星辰塔的阻碍 看向外界 冬地圣地 罗锋惊声道 不愧是第一势力 倒是第一个动手 这就是北真心主吧 听说 他在陵墓之洲 曾阻拦其他各方许久 北真心主 罗锋声音 直接传播出去 我还有急事 回原始宇宙 带得我回去了后 再去东地圣地不迟 如何 看来 银河领主 你是连我圣地十足 都不给面子了 北真心主心底 是吃笑 回原始宇宙 等着罗锋 真回了原始宇宙 其他各方 都没法进原始宇宙 想要抓都不可能 难道你们东地圣地 邀请客人 便是这般强行邀请的 罗锋依旧 很是淡定自信 哼 那就怪不得我了 北真心主 驾驭着巨大的黑色 多面行球体 已然到了血色塔楼上空 并且那巨大的黑色球体 其中一个面 忽然裂开巨大的空洞 一股强决的吞吸力量 忽然作用在星辰塔上 欲要强行将星辰塔 给收入进去 哨 北真心主 全力操控 哼 遭到吞吸的血色塔楼 忽然凭空消失 露出了一艘 更加小的木铃之舟 刚才一遭到吞吸 罗锋也不愿拿星辰塔 来乱闯 虽说星辰塔 使至强至宝 应该挡得住 可星辰塔 是必须靠神力催动的 此次天罗地网 靠星辰塔 估计会很累 而机械类的木铃之舟 那就轻松多了 木铃之舟 又精断东河改装 任凭任何一件 至强至宝都休想 强行吞吸进去 而且自己只需要 消耗少许神力 便可借助 木铃之舟 本身的诸多能量 催发起来 又轻松 威能又大 木铃之舟 北真兴主一看到 下方出现的一艘舰船 顿时面色一变 这艘特殊的木铃之舟 可是断东河改装 神眼族第二真主 和第七真主 就是死在里面 给我进去 北真兴主 竭力想要透过 至强至宝 吞吸了这木铃之舟 轰 任凭吞吸 木铃之舟 却是轰隆隆 开始疯狂变大 之前仅仅拳头大的 木铃之舟 眨眼功夫 就变成了一艘 约有千亿公里的 庞大舰船 只见巨大的 木铃之舟 浩浩荡荡 开始飞行了起来 根本无视那 北真兴主的吞吸 不好 北真兴主明白 看来想要 直接吞吸了 这艘木铃之舟 是不可能了 挡住 轰 北真兴主 直接驾驭着 巨大的黑色球体 轰隆隆 直接撞了上去 他驾驭 飞行速度何等快 木铃之舟 也仅仅保持 百倍光速罢了 根本无法躲避 就好似火星撞地球 这巨大的黑色球体 直接撞击在 木铃之舟上 动 木铃之舟 只是微微一震 便将冲击力 进阶泄去 依旧继续 浩浩荡荡前进 挡不住 北真兴主大吉 这 这 这罗锋神力催发 木铃之舟 竟能这么强 木铃之舟 可是机械类 一部分是靠神力 另一部分 也靠木铃之舟 自身威能 这又是改装过的 不管是抵抗力 冲击力 飞行等诸多方面 都比一般的 木铃之舟 要强了十倍百倍 若说一般的 木铃之舟 是普通的小船 那这艘断东河 亲自改装的 木铃之舟 那就是宇宙飞船 自然层次不能比 北真兴主 我来拦他 米亚之主 已经飞来 快 快困住他 北真兴主连道 去 一巨大的紫色流光 立即破空飞去 只见巨大的紫色流光 不断变大再变大 而后迎头 便直接笼罩住了 那木铃之舟 这巨大紫色光芒 其实是 一奇异的网 一件 专门用来束缚 困敌的 至强至宝 负 负 负 弥雅之主 竭力操控 可任凭那紫色网 竭力的束缚 收紧 拦截阻碍 可木铃之舟 依旧浩浩荡荡前进 表面虽然有着紫色网 罩住 却仿佛多了一层装饰 似的 根本不影响 挡不住 我挡不住 弥雅之主急了 那 那就攻击 北真兴主也急了 吞吸不行 强行挡也不行 连用来束缚困敌的 至强至宝 还不行 那怎么拦这罗锋 这木铃之舟 完全隔绝 虚化神力 北真兴主急了 直接化作 一道耀眼光芒 一柄巨大的弧线光芒 狠狠斩击在 整个木铃之舟上 木铃之舟 为之略位一阵 紧跟着 就跟啥事 没有一般 继续浩浩荡荡前进 没用 北真兴主瞪眼 物质攻击也没用 任何手段 对这木铃之舟 都没用 连想要困住 都做不到 木铃之舟 没有丝毫眷恋 依旧高速前进 朝远处前进 而远处 还有着紫月圣地 和第一轮回时代 一大群超级存在 哈哈 这木铃之舟 真够强的 我或许就这么驾驭着 木铃之舟 横冲直撞 就能直接冲出宇宙舟 罗锋悠闲自得 这种横冲直撞 无是一切至强至宝 宇宙最强者的感觉 真爽 这就是机械流宝物的魅力所在 我只能够重复 是一切丢了 那这种铃之舟 就是这个铃之舟 所以他给予个宝物的 那这种铃之舟 是一切丢了 把宝物的舟